東嶺衛生所是我們所有衛生所裡面的 服務品質跟量化的數據 是我們是最好的部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 整個的團隊合作也是最好的部分 第三個也是最讓我們放心的部分 就是緊急醫療的部分 我們去年一整年 東嶺有23趟的緊急醫療 有19趟是寶劑 4趟是台馬 可是這裡面一定很多 我們值得檢討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給我們多多的意見之道 應該我認為到最後應該要 第一除了時間爭取以外要主任來判斷 主任判斷不出來認為說 我沒有辦法先往南竿送 南竿再進一步的檢查好 再出去 我認為很多病沒有說那麼緊急 射這個東西就要射另外一個檢查 主任那邊一定要啟動一個檢查 南竿 鄉親安心 假如說你可以任務 你看當中這個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沒有 你就留官在你那邊留官 那留官我意思是主任這邊也要注意到 因為我們不能注意任務 當然是留官 也請這個醫生或者護士 大家辛苦一下輪流 輪流台單照顧他 這樣我們應該會把這個問題各類給開主 當然我們主任跟各位醫師 真的還有我們 對這個地方上的勢必如情 真的是非常大 這是最近鄉親也可能 就是那個護理師休假問題 這裡可能那些復健的人的角度 我們緊急後送的 我相信非常地關心 也是我們的第一藥物 因為是非常地關鍵的時候 所以也請大家就是 不幫忙我們 因為我們一定會尊重 定義性醫師的專業 我上舊成為議長講的 其實我們基本上 我們自己醫師也都希望趕快送出去 就像子林主席 那一天的狀況 其實對 大家也都知道 一開始檢查 完全檢查不出東西 可是他就是一直不舒服 那我跟他溝通完 我才跟他說 我覺得你這不舒服 我有點不尋常 對 因為畢竟我雖然不是心臟專科 可是對病人敏感度 我們都還是有 所以才跟他溝通講說 我們不管怎樣就是先出去 他也才答應 所以才送去南竿 對 我覺得以後 基本上我們都會用這樣的模式 還是相信病人的舉數為主 因為畢竟檢查就是有他的限制在 對 那就是現在像議長說的 不管怎麼樣 我們至少先送去南竿的大醫院 就是他們可以進一步的檢查 跟訪問比較安全 對 那台灣的那一塊部分 如果說中央覺得 他的權責可以釋放下來給我們的話 我們當然就是會更方便 因為現在其實對我們也很困擾 就是說我跟整個中心溝通 那那邊的醫師 他們的醫師的確都是急診專科醫師 他們派助的職辦都是急診專科醫師 那對於緊急治療 緊急醫療這一塊 他們說的話 當然是比我們站得住腳 說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們都不是急診專科醫師 對 但是我們是一線醫師 對 誰看到病人 當然是最清楚狀況的 對 所以這個權責如果真的能釋放下來 我覺得對我們就是衛生所 也是更方便的 對對對 也是對傷心而已 可能會 可是更有保障 所以局長上來他每一個案子都要叫我做主案檢討 之後我們發現了一件事情 其實在程序上沒有問題 在判斷上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軟性的地方 大家都忽略了 就是醫師在做這些專業處理的時候 少了一個跟家長的對話 家屬的對話 所以家屬在陷入那個焦慮 那已經責成我們醫院的院長 還有院所的指揮官 所謂的主任或者代理主任的那些醫師 請在執行緊急醫療的事務 一定要善盡跟家屬的溝通 他們在等待之間一定是非常焦慮 那我為什麼要做主案檢討呢 是我必須要從這個案子裡面 我看到醫師的判斷跟醫師的處置流程 有沒有問題 再來是家屬的部分 有沒有對我們現場的醫師有抱怨 那有抱怨的部分就是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們馬上啟動 需要跟中央試營的地方 馬上跟中央行文過去 其他告訴我們該怎麼做 那如果有一些是我們醫院的醫師或是院長 需要馬上改善的地方 馬上就是在我們每一週的主管會議 局長叫執事院長 這件事情一定要落後送發生的問題 不要下一次再發生 然後我們一定是希望越能夠越改善越好 也經過這樣子的這個 希望每一趟都更順暢 也請大家多給我們衛生所動人 諸多鼓勵